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价施议员王爱林及桥界商界领袖到场祝贺 庆祝这一重要里程碑 American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s Chose have decided 把这个site作为他们今年重点考虑这个对象 然后他们自己要认真地去考察一下这个电影 说明这个电影对他们来说 不光有艺术价值 而且有它的message和时代的价值 这个正好跟我们讲的华人 也在今天的动荡社会 一个四分五裂社会 我们华人要站起来 不管站起来又发声 又发什么声呢 就是我们感到 在四分五裂社会 我们需要像我们华人的 那种实干的精神 帮全世界能够解决一些 具体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 It's our time 昨天晚上我已经在 我们Arcadia的AMC 观看了这部电影 那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非常感动 因为感动于我们这份 华人的这种骄傲 他这个王博士呢 这个奋斗 奋斗史 对我们每一个华人来说 都是一种激励 对我来说是一种passing 接下来看怎么样 在我们华人里面去推广 那我等于是有机会 在跟我们王博士在商量 怎么至少从我们 City of St. Gabriel开始 我要推动 其实我推动 要讲华人的故事 要华人参政 或者是要把华人的 跟其他族裔的融合 已经二三十年的 这个参与感 那么今天王医生呢 做了一个好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他 不是为他一个人说话 他是为我们 所有的人说话 所以我们 所有的人都要支持他 因为这是我们 所有人的事 反映了我们新一代移民的奋斗史 我希望更多的华人 全部来参与和支持 我也会带动我们 美国东美总商会的 所有会员们 积极参与去看这部电影 让华人精神发言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